台北地院最新出炉的这个新闻稿 他们表示在今天的时候 因为吴淑珍应该要在今天的这个来出庭的一个状况 由于在9月18号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地方 台大医院的确是有韩文说 以这个被告的心理状况跟情境的压力 不排除有可能发生紧急医疗状况 以及生命危险等等的情势 但是台北地方法院已经请台大医院提供 相关的医疗专业的设备 所以他们认为被告吴淑珍在这边倒庭 应该是会很顺利的状况 那么在这个心理的一个压力跟情境的因素 这个法官这边审酌则是认为说 这个被告吴淑珍他曾经当过立法委员 还当过总统夫人 参与过国内外各式大小场合的一个盛会 所以历练是相当的深 只是倒庭来接受法律的公正审判 应该不会导致心理状况 以及情境压力之余 也就是法官认为在这个部分 他的情境跟他的心理的状况 应该是可以受控制的 所以因此今天又有再加上台大医院 有提供专业的医疗设备 以及医护设备 所以律师的请假理由 并没有请假理由 法官的核定是非正当理由来请假 所以因此他们认为今天的请假是不正当的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 他也表示由于吴淑珍可以说是 自己放弃了他在法院里面 为自己辩护的一个权利 所以呢今天这个部分的 这个准备程序的庭 已经是终结了 那么下一次开庭的时候呢 就会来进行审理的程序 而且呢是传唤检察官申请的证人 陈志忠以及陈信宇等人